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自从上个星期中国开放了封控措施后 其实确诊人数是飙升的 我相信死亡人数多了很多 不过在官方控制的资讯流通的情况下 外界根本就不知道 不过有关的权威就全部出来 去安抚大家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读 新冠肺炎的患者的情况 有一些人向来被中国人 视为英雄 在沙士期间 中南山 中南山在全国高校发表演讲 引用外国的数据 他说 大家不用怕 开放了之后很多人会染病 感染了Omicron一次 就等于打了一次疫苗 有自然免疫 这个在外国经常都说 他说 治病死率 是低至0.1% 相当于季节性流感 所以不应该叫做新冠肺炎 应该改名 叫做新冠感冒 不再公布无症状 且感染 因为有病症不代表得病 所以不能够 事作新冠肺炎 他这个讲座 叫做新冠Omicron 疫情动态及应对讲座 引述外国的数据 包括卡塔尔的数据 丹麥的数据 感染了一次Omicron BA.4、BA.5之后 第二次感染的保护率 就达到将近八成 丹麥的数据 就是超过九成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 我同意这个讲法 你得到一次Omicron 尽管有些症状 或者是没有症状 有些患者没有症状 好像打了疫苗 得到自然免疫 有更好的抵抗能力 所以大家不用怕 然后病死率 外国的数据是0.1% 0.1%是什么概念 就等于流感的概念 所以就叫做新冠疫苗 不对 事实上是新冠上呼吸度感染 是新冠感冒 所以是不会造成肺炎 或者重症 大多数患者 是不需要去医院住 去家 或者指定隔离地点就可以了 绝大部分 7-10天就完全康复 所以大家不用怕 不用怕得到新冠 好了 我觉得正言反毒 通常 大家不用怕 其实情况是很多 很多 数量很多 他怕引起很大的恐慌 所以就叫大家不用怕 另一篇商 中国最大一五毛 胡锡进 这个官媒 《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 他就中了招 昨天中了招 就说自己 洋了就好了 他自己洋性 因为我是放开封控的舆论支持者之一 他说他周围的朋友大部分都感染了 不过大家都很乐观 很多同伴自己作为一份字很踏实 他说他的症状很轻 跟普通感冒没有什么分别 星期四晚就发烧到38.4 吃了两粒退消药 挺过今天就应该就没事了 他说即使是确诊 基本上没有影响他做什么事 除了要家居隔离之外 是不是这么轻描淡捨的情况 官方就已经说了 不会公布 这个无症状感染的数字 而那个感染的人数 是一直在跌 例如计算的数字 每天都只有几千人 而且死亡人数是很少的 这是什么真相 记者当然去看 例如15日的宣布 新增的确诊人数是2157 前一日是2000 死亡人数也是很少 记者四周观察 其中一个观察的点 就是殡仪馆 殡仪馆 说过往的一个星期 放开了之后 爆发全国的大疫情 然后北京的发烧门诊 大排长龙 求诊的人数 以倍数甚至以十倍数增加 很多人说 几乎所有人都在发烧 又买不到发烧药 你说过罐头的肚 很多都成为抢购货 口罩成为抢购货 在北京的殡仪馆 有不同的报导 有不同的数字 有一个数字 就说 一天里面 火化了150具遗体 150具遗体 彭博的报导 首都北京的居民 担心确诊 或者已经确诊 都足不吵 即使现在放开 不封控 不用这个烧刊器 锁住铁闸 都不敢出门口 食市超市都关门停业 有北京居民说 他们公司全部人都确诊 所有的人都几乎患上感冒或头痛 不知道是否是心理作用 有些说法就是 北京2200万人的城市 已经沦为鬼域 BBC的朱华记者 在过往三年 只认识两个人曾经觉诊 现在他自己都做了 他说在上海和北京認識的人 有一半都受到感染 迅速蔓延 在儿童医院 有大量的家长带着小朋友 去后诊 有些已经去到609个 要等609个 有些医院 有些医院是七成病倒 仍然继续工作 你无症状感染就要工作 河南宣布所有医护人员的假期 直到明年三月 都取消 应付新一波的疫情爆发 金融时报引述专家说 如果中国鬆袍的话 就要去到感染 将近三亿人才有群体免疫 接下来就是春运 農曆年要回家 加速传播 最终有机会 一百万人受到感染 而死亡 金融时报 去到北京的一家国营殡仪馆 去问职员 星期三已火化了150具围体 数量远超过去年冬天的平常日子 30-40具感染武肺 另一家北京的火葬场 星期三最少火化了30具感染武肺 其实这个情况是 看得到死亡人数是越来越多 不过 没有人知道实际的数字 因为中国政府 绝对不会公布 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就说 殡仪馆 打电话去一个女士 她说自从新冠开放以来 我们一直都是超负荷的工作 现在是24小时 做事根本接不过来 有些说 一早做事做到晚上10点 没有停手 其实没有具体公布的确诊人数 不过当局说死亡人数 11月19日至23日 只有4个人死于新冠 很多网友 有些小粉红 就说 中国是自从2020年初 发生武肺之后 死亡人数是全世界最少的 我都提过 什么情况下才是确定 一个人的死因 有很多种原因 例如她死于器官衰竭 例如英女王的死因是什么 死于年老 年老通常都是器官衰竭 死于器官衰竭 死于器官衰竭 有很多 这是一个症状 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说新冠肺炎 引起其他器官衰竭 你也可以说是死于器官衰竭 那死因就不纳入去染了武肺死 死亡人数 可以是很少的 可以是很少的 所以你说是否死得最少人是中国 没有人知道 我记得是这个爆发的初期 2020年的时候 有些城市 某些的电话 这个无线电话的供应商 就是这个网络的供应商 突然之间是少了几十万个用户 有人怀疑这群人是死于新冠肺炎 只是怀疑 因为你中国当局不公布 你是没办法证实 任何的全的数据 所以你能看到 这个殡仪馆 没办法 要用殡仪馆的数字 我觉得都是比较 比较 很惨的 因为没有确实的数据 用殡仪馆的数字 每日火化多少的数字 去断定或者去推算 究竟今次这一波 是死多少人 即是 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 那些人就去殡仪馆那里 那些记者 那些人就去殡仪馆那里 北京 就是这个 刚才我引述这个金融时报 现在有殡仪馆必 4日就停止公布全国新冠的死亡人数 不过 北京两间殡仪馆的员工就说 整体的死亡人数比平日高出很多倍 在星期三日火化了30具新冠肺炎确诊者的遗体 然后 一个不愿具名的员工就说 我们在星期三 正是星期三火化了150具遗体 这个是去年冬天一般日子的好几倍 其中是30到40具 是感染了新冠肺炎的 他说我们会尽快 因为新冠肺炎死者是优先 遗体进来同一天就会火化了 另一间北京通州的殡仪馆 就向金融时报说 现在的需求量很大 每天有新冠肺炎的死者 确认的数字不清楚 由早上开支火化尸体直到晚上10点 火化炉是没办法应付的 在北京朝阳医院 金融时报记者也看到 朝阳柳医院 他说 急症室停了四具遗体 一个急症室的医生说 有些是确诊有些不是 目睹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 星期四 坐在急症室的通道大口喘气 直到隔日清晨仍然在那裏 面色苍白 旁边有一群人 推着一个装着 确诊死者的棺材离开 那你看到这些数字 诸华记者都周围去採访 因为无论是中国专家 香港专家 或者是西方专家都说 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开放 由于中国注射疫苗的比率低 疫苗的效用都成疑 大量的确诊 几乎是预讯了 那些弱势那些 尤其是年纪大 或者是免疫系统有问题 又没有打到针 死亡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预计这个确诊人数的高峰 未来一个月 是会直接上升 直至到上到最顶 大概一个月左右 然后再慢慢下降 那这个潮呢 是要去到三个月到半年 然后才会停的 这个就是西方专家的一个推算 那究竟中国医疗系统能否支持呢 很多人说你隐瞒那个确诊人数 隐瞒那个死亡人数 但是当那些什么发烧门诊 那些人要入ICU 都是很多的时候 很逼的时候 那些警方自然就会流出来 很难掩抹的 确实的数字没有 不过流出来的那些片 可以告诉大家 可能会被香港 三月的时候 第五波是会严重的 很多很多倍的 你计算数 将近三亿人感染 才能达到群体免疫 可能死亡人数是高达100万人 你想想看见 听到这个数字 都会打冷震 隐瞒 是可以隐瞒到的数字 但隐瞒不到实际的情况 那我们看看情况 是怎样发展 当然我个人就不希望 会出现这种 惨不忍睹的情况 但是 有些个人的主观愿望 和这个客观的 这个规律 病毒 我都在病毒面前 真的要欠秘 你不能阻止它 你唯有是慢慢去 如何面对它 用什么方法 去减少 重症和死亡 但是很明显 中国是用遗风的方法 去处理Omicron 是完全不科学的 今次跑跑后尾枕 突然之间开放 也是不科学的 后果呢 是需要承担的 好了 暂时经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sub成口快的channel 多谢你收听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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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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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